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小别 然后这把呢 这也是一个47型的排位赛 还差三个型就能上这个荣耀了 这把咱们这个边路也是兑现斩杀白起 打这个斩杀白起 其实这个前期啊 一起的时候还真能打过 但是看怎么去打 这边咱们开局呢 先出不假 一级 等他先交完这个一技能啊 我们再用二技能 这样的话 这二技能的话伤还是高一点的 这边一级直接跟他打 平给你别怕 平给 吃口药再平给 他有个斩杀 但是没关系 这边一级直接斩杀白起 这玩意你不细节 你真打不了他 打这个斩杀白起 也就 伤害够不够 我给个减速吧 看局这边嫦娥直接被拦了往进野区 我真是保不了他 我给他守不了这个野区 前期啊 这对于咱们来讲呢 也算是一个顺盆开局 压了个白起 也不能压得太狠 压力太狠 就一会儿 这英雄没法再杀呀 发现了呀 兄弟们 而且对面是蓝绫王大爷 这个前期压力还挺大 慢慢打啊 我们这个阵容反正也还可以 别给这个蓝绫王抓帮他的机会啊 先升个四级 上路这边打团 蓝绫王都没露视野 就是按照咱我的这个经验来判断 这个蓝绫王就应该在中向 他要在中上 这边团战他就去打了 知道吧 他这白起去中路蹭线 这波蓝绫王的估计就在中上啊 他不可能在这个对抗路上 这边野区的话 这蓝绫王还敢进吗 我觉得不一定吧 真敢进啊 中路打了一波团战 他都没什么技能了 这波跟他守野区就好了 一技能给减速大招 哎呀 有点难受啊 就差这个惩戒的什么 明知道长哥他知道这个蓝绫王和金野区 我是没想到 因为我刚才没看着这个蓝绫王什么状态 他早时就跟他守一会儿了 前期这个毕竟咱还有点优势 我还真不愿意和这个蓝绫王打 不合打 发育太快 三分钟四个阵头 不过这个蓝绫也要被反吧 我真没办法呀 虽说打这个白棋吧 前期单杀了一次 但人家打团比我作用大呀 我去支援这个白棋肯定也会去支援 现在咱还是按照这个自己的节奏来打 昨天也是从那个两千分吧 直接掉到了一千九百多分 输的还挺啥 各种年贵 交个惩戒 一级能给减速 还行 这边 哎呀 刚要往下落走 这个发育路又往上来了 这边再过来吃远也不行 这蓝绫王太狠了 上来就把这双贼给切死了 这苍鹅呀 不太会玩 这边你就上这空子 你就能打呀 漏视野了 还跟着蹲啥呢 发师又死了 还行 把这个蓝绫王也终结掉了 这白棋啊 太难杀了 这把就凭我前期打出来的这个优势啊 你看 马二杀了的优势跟他拼 差点还被他给跃塔弹杀 人家这个版本吧 就是比咱存晓晋要强一点 可以说是一个英雄克制 这也就是 这把吧 也就是队友们优势 有优势是白棋 我不随便想 对面野棋 我都随便进 现在就是进不了这个野区 出完这个不死鸟啊 现在应该能好打一点 你看这杨月环 他就敢这么进野区 这玩意就过去抓他不行吗 辅助死了 这波呢 直接开大招呢 上吧 还交闪现了 一几年给个减速 先把这杨月环直接带走 回头这边 蓝绫王刷完红buff 这中路又去 哎呀 真难将 打完团战吧 打活了一点 就被这蓝脸王抓 他抓我没有用啊 他这肯定是秒不了我的 六分钟 反正现在他开始抓我第一次 反正就是也还好吧 又来了 一技能直接走 交场戒 二技能回血 赶紧起个大招 你就是咱就说啊 真厉害 这你还上 这也得要死 这唱歌 根本没伤害 唱歌 他连这个白子 他都打不动 前期这个 讲道理来说吧 我觉得 强颜是比这个蓝绫王又强 反正把 目前来看 看这个白棋啊 看 看白棋是够强 咱这把 输赢就看萌亚 他要是能玩名的 把就还行 但如果 这两个法师一直死的 这把也不会 怎么都针对 没位移 好抓 这把前期咱要不死 就还能维持 死一次之后吧 就就就不好说了 经济也被这个白棋给压回来 这把进野去都没时间 你知道吗 兄弟们 哪有功夫进野去 你这头刚要进野去 队友直接炸了 咱要不过来 跟着打这把团吧 还不行 这位置吧 就打不了了 蓝绫王已经过来了 这把我是真感觉难打了 孙白杨啊 孙斌白起 再扬一会 这阵容都相当强了 先给个减速 这个孙斌 伤害不够 回头一看四个都有钱 一个没打死 这不是咱肯定要是切了个孙斌的 而且也是要保这个防御塔 毕竟对面是月塔嘛 现在打到八分钟 给我的感觉 万一还能打 反正 这三个人 其实没什么伤害 大刀看出来 中路这二塔还能保一下 这把就是 这哥亚吧 都很难去请 你看 这常人和这个武则天 咋整 你说咱就说咋玩吧 复活就死 复活就死 一点控制和伤害都没有 这把他俩要真要是玩工具人啊 还真行 守这个高一塔呢 也能守 他叶天王确实是会玩 这么大的优势啊 他这个打完一套技能 他大刀都直接走 这说明人家就是 会拉扯吧 你看 又是同样的一套技能 真挺会玩的 正常如果要是我有这么高的景气啊 我都不用走 直接就原地跟你硬打 你还能打得过我吗 高温两天多精力 但是你看人家蓝天王 打的就是稳 他不会给我们机会 这把打到十分钟 先走吧 这没办法 见人就得直接开大 好家伙 开个大招 人没碰到 给我打没血了 这个萌芽呀 不死 我们这把还真有点机会 哎 有名师也牵着他 就还行 但是蓝天王一过来吧 白起大招嘲讽 这把谁也救不了了 还被他二里能给拉过去了 这边他又能走还行 这萌芽一死 这冰县都清不了啊 三路冰县推进来了 这边交个成绩 这法师之前 被这白起给拉过去 没有这个 他走啊 一波哥的基本上 没法打 我去真没法玩 想赢 这俩人都不会给我机会的 这死了几次 我还真没看着 还是 咱也不看着个队友吧 他也不像四十多像这个样子 要啥没啥 这把队友要是真有优势的话呀 这个白起真压不住 这一个 他打白起 反正这个前提 起码咱这证明了 还是能打的 那么然后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 我们有缘 再见